大家好,今天這條影片並不是甚麼巴士路線評價片 這條影片是一些類似平時有空時 也會為大家做一些討論的影片 這條影片是講述下星期開始的一些巴士改動 尤其是18日這個情況 18日,大家也知道下星期開始,即20日開始會全日服務 取代18日P的位置 其實對我來說,我不知道是否眾望所歸 起碼我會回歸到基本大家的客量需求的定義 18日這個系列的亂局,所謂我叫亂局 這個亂局維持了差不多十年 這十年之內,由森巴去計錯數 計錯了數,低估了一些地方 又或者是高估了西區的客量反應 低估了中環去炮台山的反應 一個高估一個低估,令到很多線 令到18日P、18日X、18日都受災 不說了,首先這三條系列的線 這幾年客量的情況,大家看數據都知道 我不再多長談了 今天最長談,我可以看得出 之前可能大家也有聽我說的 就是森巴未來在北岸的流水線有甚麼佈局 我們也可以做少許預測 很明顯看得出 森巴應該,既然18日可以拉到全日 而且又維持一個不算差的班次 十二分鐘、十五分鐘大部分時間 十二分鐘、十五分鐘、甚至有十分鐘的情況下 我覺得森巴的佈局是非常清楚的 不用說了 就是流水線一定要由六元開始計算 如果低於六元,一定會受到陰缸或削減 為甚麼會這樣想呢? 其實就 關乎於森巴及森巴 在近二十年來,一直都沒有加價 一直都沒有怎樣加價 最上一次就是上一次,加了兩次就叫狼死了 但問題是,真的很久沒有加價 結果,加上港島區的票價向來都比九龍便宜 所以你見到那個票價一直都低廉 是追不上通脹的 你可以看到那些很便宜的路線 還可以在森巴、城巴那裡出現到的 例如北岸流水那些,還可以四元雞 四元空調巴士 簡直來說,根本就是時硬的 一定是時硬的 你不是說,不然我很多人上過四元有吸引力 那我和你計算一下 如果我一家18號收六元 我養了一百個客 就等於10號 上了一百五十個客 即是多了五十個客 即是我可以養少五十個客 但我都做到同樣的盈利收入 那你又想一下 現在北岸 是不是真的 多人道可以這樣 一架車可以坐 一架車 一個單乘可以有150個客 去頂到一百個 18號仔 又和別人會問 不是的,六元會抗拒的 那些人會抗拒的 說真的一句 如果你抗拒的話 現在北岸 地鐵那麼完善 已經下了地鐵 現在一早已經下了地鐵 所以呢 我又覺得 你坐巴士的時候 你就是不想走上走下的時候 你不想走上走下的時候 以現在這個物價的時候 誰會跟你關心 那個是九元即十元 我不會覺得太關心 如果你說六元的話 沒有人太關心 其實這個是新巴士 我覺得是一個策略 借機 真的加價 我覺得無可厚非 真的無可厚非 因為說真的 四元實在太便宜 四元實在太便宜 你說哪幾條線 不說 大家都知道 一號仔 五號boy 十號仔 這三條線 如果十八號 下星期開始提升服務的話 未來這半年 我看得出這三條線 都會很慘 這三條線 應該都會慘得不得了 這三條線一定是眼中釘 一定是新巴士的眼中釘 一定會想辦法 將客人推他們上去踏十八號 既然 因為新巴士的角度 就覺得既然 大家流水客 都在上面 都堅持會踏巴士 都不會踏地鐵 為甚麼不推你們上去踏十八號 對吧 rather than rather than其他 是不是 你會說 不是 一號仔都有獨市地區 五號boy都有獨市地區 然後跟著 十號仔都有獨市地區 例如十號仔是和後大道東 和後大道東 然後你會說 不是呀 一號仔的跑馬地 五號boy 那些是 我想五號boy也不知道哪個位 哪個位是獨市 原來很多都是地鐵 和他鬥 最多不是不想走上走下 那麼 這個位置就是這樣 最多不是東華東宇 五號boy 你會說 這班都是獨市客 但是老實 都跟大家說 那就是 北岸現在那個pool 現在有多少 即是現在是否多到可以 有三條線是可以養起 北岸這些流水客 看樣子不像 看樣子真的做不到 尤其是在地鐵競爭之下 做不到這件事情 你很明顯看到 西區那班客 尤其是堅尼地城那班 已經搭了地鐵的時候 其實剩下石塘嘴 開始算起的時候 北岸那邊 那個流水客 那個倉位已經不多 所以其實新班這樣做 摩後飛 預料到 北岸那邊 即是西岸那邊 即是西岸那邊 西區那邊就是這樣的玩法 東岸中間地區又會怎樣呢 我們又可以檢視一下 那些2號A 2號A一直看到 不停在陰光 4.7都照陰到你盡 2號仔已經陰過一排 應該可以再陰了 2號仔應該預計會再陰了 我看到部署應該用18號A 去陰他們 18號A去陰那些 北角以東的地區 去杜沙基灣以東的地區 簡單來說 就是 6元以下的線 大家就有心理準備 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當然還有一些去行山 還要收得便宜的 那些更加要小心一點 例如25A 例如850 這些更加要小心 這些一定是 這些一定不會放過的 現在這個新公司的作風 一定不會放過你 他一定會想盡辦法去 27號那些 例如27號那些 他一定會想盡辦法去開一條 或者去整合一條 貴價少少的 例如谷進25號 又或者是 谷進一些貴少少的 去保馬山那些線 齊齊大家要吃一個貴價的價錢 那你會說 很無糧 很無糧 這樣就要看下大家 大家會不會想到 其實現在的通脹 其實這10年是他追不贏的通脹才糟糕 他追不贏的通脹才糟糕 結果整門港島區是難數得不得了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說到樓水不安是6元 上保馬山那些要六個多 真的要六個半 所以要不就是這樣 要不就是大家 要不就是大家還價 我給你六個半 我給你六個半 那你不如不要減那一班次 我覺得大家還可能有得商量 然後你會說 不是呀 有些勞苦大眾 有些勞苦大眾 那些要怎樣怎樣 我也是那句 現在巴士司機一個人工多少錢 現在有錢多少錢 甚麼都通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人工沒甚麼通脹 人工都通了很多 已經比10年前 人工通脹都比10年前通脹了很多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 我看得出現在新巴和成巴 開始在那些便宜價流水線開始做這些動作 這個 這個位置大家都真的 如果大家回答一些流水 可能是來近半年 多點留意一下他們的班次 或者是服務改道 我估計 這半年應該開始很多大動作 多謝各位